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好朋友 歡迎回到談天說語第十二個單元 那我們繼續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易經》的詮釋 還有歷代的研究 那週一的最重要的版本 週一的解釋 最重要的版本當然是孔子的這個所謂的實意 那在孔子的弟子當中 對《易經》這個流傳的影響最大 這個人叫紫夏 所以我們在有一本書叫做《紫夏易經》 那紫夏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一 孔子在一生當中有非常有名的弟子 那紫路是他的大弟子 那他最喜歡的弟子叫元渊 可惜元渊先他而死 所以元渊去世之後 這個孔子非常傷心 他說天上雨天上雨 老天要讓我滅亡嗎 老天要讓我滅亡嗎 但是沒有想到元渊死後過了幾年 這個孔子的大弟子紫路死掉了 紫路是在一個國家內亂的時候被人家殺死 據說他要殺 別人要殺死他的時候 紫路說且慢殺死我 那個要殺他的人問他 他說為什麼 他說我的老師啊 孔子說人死之前要證一關 所以呢他特別證了一下一關 然後呢從容就死 他的門人呢 把這個故事呢 講給了孔子 孔子的痛哭失聲 痛哭失聲 所以他紫路呢就死掉了 那紫路死了之後呢 孔子的兒子也死掉了 叫孔也死掉了 所以呢 孔子到七十號歲的時候 他在讀完疫情之後 他發現了 自己十日不多了 十日不多了 所以他寫了寫完了十億之後呢 他就在家裡了 每天呢 他從家裡面走出來 等人啊等人 等他的門人來 那就門人來一直等誰呢 一個是等子下 另外一個是等子貢 紫下來了之後呢 孔子就跟他講說 你怎麼那麼晚才來 我等你等了好久 說完呢就走到房間去呢 孔子就去世了 孔子去世之後呢 他的他的門人啊 就在這個孔子的幫他 孔子鎖上 幫孔子鎖上的子貢呢 這個千千後鎖了六年 紫下鎖了三年 紫下呢被認為是孔門這個文學第一 孔子講說紫下這個人啊 這個文學素養非常好 文學第一 在孔明的七十號弟子當中 紫下有個習慣 什麼習慣呢 處處模仿孔子 所以有人說紫下長得很像孔子 為什麼他處處模仿孔子 是不是面貌真的長得很像孔子 還是他的行為長得很像孔子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紫下有個習慣 因為孔子曾經周遊列國嘛 所以紫下呢跟著他這個夫子的腳步 也開始周遊列國 所以在孔門七十號弟子當中 紫下是曾經周遊列國 周遊列國他後來呢 到了這個楚國 所以他在那邊居住下來 居住下來 所以紫下在周遊列國的時候呢 他當然也就開始寫《易經》 所以在這個孔子的紫下有個《紫下易經》 《紫下易傳》 據說有十一篇 有人說只有六篇 據說十一卷 或者有人說是六篇 但是現在我們僅存兩篇 這兩篇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個《世庫全書》裡面 《世庫全書》裡面 那再根據《世庫全書》的記載 《世庫全書》記載 只錄這個《紫下易傳》 那最早呢是建立《梁草》 這個《梁堂進漢》之後 《霍梁》有著《阮氏其路》 所以呢 因為到了這個五代《世庫》的時候呢 才出現《紫下易經》這本書 所以呢 他我們最後看到的這個《紫下易經》 他只剩兩篇 這兩篇都收錄在這個 乾隆的皇帝的《世庫全書》裡面 所以有人就覺得說 《紫下易經》可能不是紫下寫的 為什麼 如果是紫下寫的 為什麼漢朝沒有人寫 讀這本書呢 這個在三國時代沒有人 一直要到魏晉南北朝的時候 才有《紫下易經》這本書呢 所以呢 就有人說這本書不是紫下寫的 那紫下呢 所以傳統上被證明它是假的嘛 但是這個假這尾書呢 有一個特點 它是微書中的微書 也就是說紫下易經有很多種版本 那每一個人呢 都說它是紫下寫的 所以呢 剛開始有人寫的紫下易經 之後又有很多人寫紫下易經 所以它是什麼呢 它是微書中的微書 所以呢 就是它的 寫這個紫下易書的 不只是只有一個版本 而且很多人寫 所以它被認為是微書當中的微書 那紫下呢 它姓補名商 姓補名商 那至紫下 那在歷代裡頭 我們看到一些斷篇場景裡面 所穿的紫下的版本 紫下易經的版本 有三個 可能有三個人曾經寫過紫下易經這本書 那第一本書叫 第一個人叫韓英 韓英 這是三國時代的人 第二本書呢 叫做丁寬 這也是三國時代的人 那第三本書呢 是唐朝的張虎 張虎 那現在傳釋下來就是唐朝張虎所寫的 張虎所寫的 所以呢 紫下易經是很多偽造書籍裡面的偽造的書籍 所以在微書中的微書 那第二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 比較重要的 對易經的解釋 就是這個東漢 東漢 鄭玄 所寫的這個周易 鄭康成著 鄭康成著 因為鄭玄 他是經學大師 經學大師 東漢時代鄭玄大師 所以他的這個叫做 周易的鄭康成著 据说原来有十八卷 那最早的版本是南宋 王映宁所写的周易正康城柱 那目前的正康城的这个柱易经 十八卷只剩下四卷 那四卷只剩下细词的柱 还有呢这个说卦的柱 序卦的柱 还有呢杂卦的柱 只剩下这四卦的柱 其他的周康城的柱大概都不见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本书呢 也被收入在四卷全书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头啊 就只下一转 他被收入在这个这个四卷全书 然后呢 只下一转这个 这个周康城柱 这个所谓的周康城 周易正康城柱 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画像 这个画像写上面有个标题 他写 汉大师龙康城功像 康城功像 这是他古代人 帮他所画的一个像 帮他所画一个像 帮他所画一个像 那这个就是这个周易正康城柱 所以这两本的柱是 也是背证的 是《易经》非常重要的解释 一个是《指下易经》 那另外呢 就是周易的正康城柱 正康城柱 那在第三个比较有名的版本 第三个比较重要的版本 是唐朝孔颖达的柱 孔颖达他主编周易正义 孔颖达他写了很多正义 就是因为在唐朝以后 这个武经都有著 那孔颖达他在唐太宗的时代 他就负责编 那其中他就根据三国时代的 一个魏三国时代 这个曹操时代的一个叫王毕 王毕他写的一个这个周易 他又根据东汉的韩康 韩康博 说起了周易 然后在这个孔颖达在写 在主编周易正义的时候呢 他就写五经的正义 就把这个王毕的这个解释 还有这个韩康博的解释 把它融在一起 就变成了所谓的孔颖达主编的周易正义 那这本周易正义被认为在历代 科举时代里头周易正义被认为科举学人必读的参考处 所以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就流传下来了 周易正义就流传下来了 所以这第三本书就是对周易的解释 最重要的解释 这第三个重要的解释 就是孔颖达的周易正义 那第四个非常重要的解释 就是东坡正义 东坡益传 东坡益传 那东坡益传是谁写的呢 是苏东坡写的 那苏东坡是北宋的道儀 苏氏的别号 那苏东坡写的 那苏东坡呢 他在写这意境的时候 他的六四卦每一卦都写出自己的见解 那有人说 他这六四卦的东坡周易 并不完全是苏东坡写的 而是苏东坡的爸爸书荀 还有苏东坡的哥哥书册 他们写的 听说在苏巡 就是他爸爸苏巡 开始读异境的时候呢 就开始写异传 就开始对每一卦的 写下他读的心得 读的心得 但是呢 他的苏巡呢 没写完 没写完 苏巡去世了 苏巡去世呢 就交代两个儿子 这个苏册 跟苏巡 要继续他的遗志 所以这两个儿子呢 不负重望就写的很多 但是呢 苏巡的动手的更快 苏巡把这个苏巡 没有写的这个易经的解释 通通写出来 然后他哥哥苏巡想 既然弟弟都写出来 我都还没写完 所以苏巡呢 就把自己的手稿 拿给了苏巡 跟苏巡讲的 说老弟啊 这个就是我写的 所以你既然 爸爸的遗言 你都快写完了 那我就不写了 那就是我写的手稿 全部送给你编 所以苏巡呢 就把他爸爸 还有他的哥哥书策 加上他自己写的呢 就把他编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东坡易转 东坡易转 那东坡易转里头呢 他有个外号叫毗玲易转 这本书呢 在他在北宋时期呢 曾经被列为禁书 为什么被列为禁书呢 因为苏巡呢 各位如果知道 苏巡在北宋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臣 但是大起大落 最后他被扁到海南岛去嘛 所以苏巡呢 他在朝廷政政当中 就是在云佑政政的当中 他失事 失事之后 朝廷就把那苏禁掉 所以呢 东坡易转也被禁 也被禁 因为他是苏巡写的 苏巡章被禁 这个人被禁 那当然他也被禁 所以呢 这个东坡易转 在北宋时代 曾经被禁过一段时间 那这个易转呢 这个东坡易转 东坡易转 东坡易转呢 就是我们现在去看东坡易转 有人说东坡易转里面的 这个门卦 他的解释呢 大概是书册写的 跟其他卦词的解释都不大一样 所以这个第四本 东坡易转 东坡易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坡易转 他这个东坡易转里面 他这个解释 在这里 那这个版本呢 也被收录在这个乾隆皇帝时代的四库全书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孔颖达的周易正义 这两个人所写的易转呢 也都被收录在四库全书里面 那这是第四个版本 第五个比较重要的版本呢 就是乾隆皇帝时代呢 张仁侠 张仁侠所写的周易集结 那周易集结呢 总共有17卷 那张仁侠为什么写这个呢 据说呢 乾隆皇帝大家都知道 找这个季晓兰 当这个四库全书的总编战官 等于是总编辑 那季晓兰在编写四库全书的时候 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能力不大够 特别在写意见的时候不大够 所以呢 他要找一些人来替他做到 那找了谁呢 据说是找了这个张仁侠 张仁侠 那张仁侠都已经非常有研究 非常有研究 所以就找了张仁侠来编写这个益经的这个部分 那张仁侠呢 听说呢 这本书也不是张仁侠写的 张仁侠是找到一本唐朝的经学家 叫李鼎座 那李鼎座呢 他写了一个周易集结 总共有17卷 那17卷 那17卷呢 在周易集结里面 他不是一家资源 他总共收入了32家资源 也就是李鼎座的周易集结 总共收集了32个学者的说法 32个学者的说法 然后张仁侠再把它编辑 编辑的进去之后 也把它放在世故前述里面 所以呢 这张仁侠编的周易集结 变成一个非常重要 但这个呢 他就总共有32家之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收入了 这个汉朝以后 汉朝以后 有32个不同学者 对一间的诠释 对一间的诠释 那我们都知道说 汉朝末年以后 汉朝末年以后 医学发展 比较重义礼 轻像素 我们在医学的学派里头 有这个义礼学派 有像素学派 那汉朝以后 他是重义礼 轻像素 所以呢 这像素为主的汉学 就开始没落了 那主要是重义礼 但是呢 这个朱鼎座的 这个《易经集结》 他的非常重要的地方是 他收编的这个《易经》的解释 两者都具备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里头 很多像素派的解释 像素派解释 都收入在这本书里面 使得一些原来要失传的像素派 他就被 因为这本书的收集了 所以就被收入在这里面 所以第五篇呢 《清乾隆时代》 张仁霞所写的这个《周易集结》 也是非常重的一本诠释 那第六篇呢 《周易田真》 《周易田真》 《周易田真》呢 这个田真呢 听起来就好像 好像 好像 好像是个 不是他真正的名字 确实 这个田真呢 是个道士的名字 道号 道号田真 道号田真 这个田真呢 听说是明朝人 他的真正名字叫 柳一鸣 毛金刀柳 柳一鸣 柳一鸣 他是明朝的道士 明朝的道士 他有个外号 字号 素普散人 素普散人 物源子 物源子 就是他的道号 据说他是道教全真派 第十一代掌门 听说道教全真派 第十一代掌门 他著有道书十二种 道书十二种 那这道书十二种呢 被认为是这个道教 对义经最重要的解释 所以周一田真呢 他其实不是儒家 他其实不是儒家 他是道家学派 所以呢 周一田真呢 他被收录在 并没有收录在义经的解释里面 而是收录在道教的解释里面 道教学 所以他收录在道常之内 但是这本书之所以 最重要的原因是 周一田真呢 他是谈养生之道 谈阴良五行 对于养生的概念 所以呢 如果你在 如果我们常常讲的 如果人啊 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去补个卦 那补出了卦 你就不要看义经了 正要看哪一本书呢 就要看周一田真 因为周一田真呢 他就是对养生之道的解释 养生之道解释 所以呢 他是用养生来解卦 用养生卦 所以他这个功能是比较特别一点 跟其他义经的解释不大一样 像有人如果是感冒 生病 然后去求神问卜 然后补了一个卦 那补这个卦的时候 你就不要用这个 孔子的实意去解释啦 你要去找一本 周一田真 道教的书 因为周一田真 他就是一个养生卦经 养生卦经 所以他是用以道家养生之道 在谈论这个意义 所以周一田真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书 他通常并没有放在儒家思想里面 他是放在道家思想里面 道家思想里面 那在这里头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最重要的义经里的六大学派 所以义经的解释里面 在传统上来讲认为 周一田真当然很多 但是这六个学派 是被认的最重要的 其实包括孔子的实意 变成义经的解释有七大门派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跟大家来分享 除了这个七大门派之外 还有没有 别人对义经加以解释呢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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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